所以這兩個地方都可以讓民眾去嗎? 當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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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是 不是一般民眾嘛 你沒有對一般民眾開放嘛 部長 所以不是 不要糊弄 這是國會質詢 不是一般的網路對談喔 不要糊弄 那這個租金你覺得 不會太高嗎? 就這樣子的人數 可是你租金一年半 花七千萬 你花XX元租辦公室裝潢 然後你說不夠做什麼 結果你們都在遠去辦公耶 結果你現在做 數位標章 五高里嗨 數位綁定 物理全開 五郎夢 很多人說這個叫塔綠班美學 你看了會覺得尷尬嗎? 我好像公乎貓雄 你會覺得 部長好 因為我們這個術發部 現在是不是 是租用這個星光大樓來做辦公 所以我們的中繼辦公室租一年半 中繼辦公室 這個中繼辦公室到什麼時候? 我們目前是租一年半 那之後不管華光或其他地方產業署可以使用的話 所以我們租用一年半現在已經開始使用了嗎? 目前在裝修大概到月底 所以到月底嗎? 所以你的租用一年半是從今年的7月1號到明年的年底 所謂的一年半 但實際上到現在都還沒有進駐辦公 裝潢完成之後開始辦公可能已經到了明年 也就是說你實際使用 實際使用可能才一年的時間 但是租金卻高達7000萬 租金高達7000萬 而金黃費用高達3244萬 也就是說這個只使用一年的辦公室 卻要花我們人民一億元的納稅錢 這個對民眾來講是無法接受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錢在一個短期經濟的辦公室 而我們處發佈未來要長期使用的 鹽瓶大樓辦公室 裝修貨卻才花2028萬 相較之下一個短期使用 只使用一年的辦公室要花3244萬 這中間的差異在哪裡? 因為鹽瓶才剛剛裝修過 那是從NCC撥給我們使用 那不管是部本部或者是資安署 目前使用鹽瓶是沒有問題 那但是因為達遠有通過這個數位產業署的設立 那產業署要協助各行的 所以這個費用的差異 其實民眾會覺得說 如果你只使用一年的時間 而且還是租的 有必要花到這麼高的裝潢費嗎? 更何況鹽瓶大樓目前的辦公人數才164人 你的缺額都還沒有補足 可是你卻說因為鹽瓶大樓不不使用 鹽瓶大樓目前可以容納的人數就已經300400人 可是你現在只只有164人 可是你卻另外又去租了一個星光大樓的辦公室 目前有多少人在裡面辦公室? 先等一下那個鹽瓶的部分 用那個桌面回覆 好我們這個是桌面回覆 這部分可不可以再給我們報告 因為這個實際上辦公的人數 跟目前裝潢跟租金的部分 我們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 五億分鐘的時間 院長我想請教 最近比較夯的是這個數位發展部 昨天本席跟交通委員會 也有到數位發展部這邊來去做了解 那其中很多國人就關心了 就是說 部預算57億 但是加上前瞻計畫160億 總共有200多億 200多億 甚至比我們傳統的部會的預算都還要多 其中有一些司跟科 相對來講大家都不清楚 那我想請教 大家沸沸揚過去這一個月啊 就討論 所謂的多元宇宙科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聽過 當然這個在成立的時候我就知道 做什麼 沒關係院長 院長回答 唐鳳部長先不用回答 我想請教院長 唐鳳部長不用回答 我想請教院長 多個元宇宙 除非你想創位 請部長就這些事情跟你說 多元宇宙是什麼 你是怎麼樣 今天是要考常識還是要找 不是我想請教院長 如果說一個最基本的一個部會剛新成立 院長都不清楚 或是院長都不了解的話 我們國人怎麼會了解 再請教多元宇宙是什麼 這個委員 我這裡 不是 要讓院長確認 別人才會了解 院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好 謝謝 謝謝 你是怎麼樣 今天是要考常識還是要找 不是 雙方一路吵到麥克風被關掉 但院長這副模樣 讓我有看到瞬間炸鍋炮轟 花200多億還不能問你到底搞啥 你問停車位可以 問多元宇宙科不行 不然要問行政院有幾顆樹嗎 鬆什麼鬆 真當自己是土皇帝 不知道成立要幹嘛 被電不就剛剛好 很喜歡到別的地方 問說停車格有幾格 不也是你嗎 憑什麼不能問 50幾億本預算 一百六十億的前瞻計畫 預算高達兩百一十一億 如果你清楚的話 以你的個性早就回答了 怎麼可能顧左右而言 他趕快落跑 你就是心虛 正常會這樣惱羞成怒 就是表示 他根本不懂什麼叫多元宇宙科 作為一個行政院長 還讓他去成立 那不是很好笑嗎 花了國家這麼大筆的預算 被唐鳳量身打造 跟唐鳳一個人在惡搞 國家可以讓人家這樣去玩的嗎 所以民進黨根本是惡劣自己 關鍵大選年蔡政府硬是成立數位部 但食物內容卻是連蘇娟昌都不知道 難道這新單位 實際任務真的只是在推前 目前我們預算員額有多少的人員 我們今年跟到 一路到明年底有598人 那現在我們已經 正式上線公務同仁有多少位 大概200多300位左右 200多300位 那約聘雇咧 之前很多人都懷疑是說 這個300個原額的約聘雇 那個是上線 等到明年年底 我們大概會用80幾人 那我們現在約聘雇有多少位 現在20幾人 20幾人 那你說到今年年底會到80幾人 明年年底 明年年底 餘記錄取會到80幾人 而且也不會再多 我們大概就是需要80幾人 好 所以你第一 你保證就是你只會用 在你任內 約聘雇只會用80幾人 是 就在我任內 我們目前的規劃就是只用80幾人 好 約聘雇只有80幾人 這做紀錄 那我想請教 我們現在的辦公大樓 有兩個地方 對不對 一個是本部 是原本NCC的那個 鹽坪南路的南辦 那另外 我們也看到說 有編列預算說 有一個中繼辦公室 你剛剛其實講說 只有200多位 將近300位的 正式公務同仁 那原本 您用麥克風好不好 原本那個 現在這兩個辦公室的人力分配是怎麼樣 目前我們就今天在那個 太北火車站那邊的星光大樓的 才剛剛裝修完 所以目前那邊完全沒有人 都還沒有用 對 但是我們月租金是一年7千萬 所以我們就是從月底 這個月底 然後一路到明年年底 就是第一個租業 是 那我們預計那個中繼辦公室要多少人進去 大概就一半的人 也就是成業署 以成業署為主 是不是成業署長業 不是那所以現在我請教 現在我們已經在辦公了 那為何我們還需要一個中繼辦公室 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言憑放不下 所以像我們的資安署 現在都還在本來行政院資安處的位置 都還沒有完全進到我們的言憑南路 是的 好 那您請教 我現在也看到說 術發部這邊有想要推動所謂的遠距辦公 是 您一個禮拜進你的辦公室幾天 五天 當然 五天 有媒體報導說你只有進三天不是嗎 那個是我在政務委員的時候 OK 所以你現在是每天都有進辦公室 對 那未來可能就是三天在言憑兩天在新關後之類的 所以你之後你也會做這個調整 那現在大家會好奇說既然術發部也要推動所謂的遠距辦公 尤其說現在從11月開始要事辦到明年 那如果說遠距辦公了 那還需要我們兩個辦公室 還是需要 那你這樣空間不會有閒置跟浪費 不會啊 因為第一個民眾洽工當然還是要找得到我們 那第二個是說 所以這兩個地方都可以讓民眾去嗎 當然 你說中繼辦公室也是有開放給民眾去 產業署的部分要不要產業署說明一下 公委員報告 產業署會在這個150個人的部分是在新光中繼辦公室 那因為像我以前在工業局這個廠商常常有一些計畫要討論 所以當然這個是可以 所以那是特定廠商嗎 不是一般民眾嗎 你沒有對一般民眾開放嗎 一般的政府部門也一般民眾 他除了像護政事務所才會各種去辦公室 那但是產業的部分 你的中繼辦公室設在幾樓 我在20樓 20樓啊 是的 有沒有門禁 底下有保險 有啊 但是做登記 來回來 做登記就可以做 來啦 部長 所以不是 不要糊弄 這是國會質詢不是一般的網路對談 不要糊弄 說真的 一般民眾你沒有開放 那本席現在在請教的是說 有沒有浪費的問題 大家也都看說 一個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 可以花一年7000萬在台北市那一棟大樓 本席印象沒有錯的話 以往佔據台北市帝王 佔據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那是一個很精華的地點 我們就想問說一個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 有需要用在最精華的地點 用那麼高的租金 然後現在又要推動遠距辦公 到底這樣的講法不就是多重矛盾嗎 我想剛剛已經提到了 就是無論是廠商來討論 或者是 所以只有開放廠商 好 來部長 那麼多重 請問一下